好 那么现在开始呢 我们要进入 在每一次念佛共修法会之后 讲说《净土三部经》 首先呢 我们要宣讲的是《欧弥陀经》 在《欧弥陀经》里头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这个极乐世界为什么叫做极乐 那么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国土之中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讲环境 讲在那里的人 会是有什么样的呈现 讲这个正报 讲依报 那么这个是在《欧弥陀经》里头 主要要告诉我们的 我们现在依据经文来看 在讲说之前 我想还是先介绍一下 欧弥陀佛是谁 因为我们的经题是 佛说《欧弥陀经》 欧弥陀佛他在还没有成佛以前 过去 他是妙喜国的国王 唯妙的妙 欢喜的喜 妙喜国的国王 他的名字叫乔施迦 那么他当时跟随着 师自在王佛在这里 师自在王佛 那么学习佛法 他听完佛法之后 他发心要出家 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宝贵的佛法 这么好的智慧真理 我当国王可以帮助人还有限 还不如我来出家修行 我来把佛法带给更多的人 所以当时乔施迦王就跟随着 师自在王佛就出家了 他出家的法名就叫做法杖比丘 佛法的法 宝杖的杖 法杖比丘 比丘的意思 各位常常会听到我们讲 我们出家人的身份是比丘 男仲法师叫比丘 女仲法师叫比丘尼 但这个是我们的身份 不是我们的称呼 所以各位看到我 不必称永故比丘尼 不是这样的 比丘比丘尼是我们的 这个出家人的身份 他其实有意思的 比丘什么意思呢 我这里写着有三个 在这里各位看到吗 骑士 乞讨的人 但是是乞丐吗 不是 那乞讨什么呢 他有两个方向 上起 向上 祈求 就是我要追求的 向上祈求佛法 移养我的会命 法身 法身会命 那向下 就是我要接受供养 我们不可以自己去迎生 就出家人的生活方式 是不可以做生意 买卖 或者用一些名堂去赚取一些利益来生活 是不可以的 所以如果各位看到有假设 说是出家人 但是他跟你推销做买卖 做生意 或者我所谓的名堂 比如说他帮你看风水 看命 算命 看相 这些 然后告诉你 你犯了什么 冲了什么 我帮你改运 你只要给我多少钱 我就帮你消灾 像这些 不是真的出家人能做 包含出家人能不能帮人家治病 有的 有些地方 我看有人来到这里 要我帮他治病 我说我可以治你的心病 那这个生病 请你去找医生 我们可以双管齐下 那么 治病 如果过去这位法师 他可能是医学院毕业 他本来就是医生 能不能治呢 可以 但是要一诊 可以一诊 不能收取费用 义务的来帮助人 那可以 如果说我开个医院 我医学院毕业了 我出家人来帮人家 用这样子来生活 那不可以 所以整个我们能够做的 出家人这个身份 能做的 第一个 就叫 骑士 是一个 骑讨的人 佛陀这样告诉我们 其实 也知道 在古代印度 宗教师的位置 是最高的 他叫婆罗门 是最高的 第二个城市 才叫做 差地利 也就是贵族 比这些 王公贵族 还要高的是宗教师 但是佛陀呢 他创立的教团 好像一所学校一样 他第一个就要打破这个概念 宗教师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意思 叫做骑士 向上 是 祈求佛法 移养法身 来掌养我们的法身 那向下 这个 祈祷 饮食 来养 一养这个色身 我们这个身体 他要生存 不可少饮食 可是 既然是 精进佛法的出家人 哪里有时间 再去迎生 牟利 养活自己呢 所以 佛陀制定下来 我们必须去化缘 脱波 然后让十方大众 来供养出家人 那么以现在来讲 佛教从印度 传入中国 当然没有在用 这种脱波 其实的方式 那么有了寺院 那由大家 比如说各位看到 每个星期供修 很多人都来供灾 那以这个供灾也好 供养生团也好 或者以佛光山来说 每年的农历 七月 是孝道月 我们就在农历七月 就一个月的时间 来做这个 道梁劝慕的功德 也就是你参加 这个道梁共生 那么就足够 这个僧团的人 要办到 能够安身了 那么这个是 第一个解释 叫奇事 第二个叫破恶 出家来修行 当然要隔除自己的习气 出家人出家 不是逃避的 不是自修自了 是要向自己革命 向自己的这种恶习 就是三毒 贪嗔痴 向自己的这些恶习性 这些坏种子 要挑战 要革命 所以叫破恶 革除过去的这些恶法 贪嗔痴三毒 那么第三个 含有的意思 叫布魔 布啊 是恐怖的布啊 想想看 哇 这出家人 这是专门精进佛法 然后呢 又向自己 这个隔除恶习 这样一来 岂不是很多出家人 会突飞猛进吗 而且这出家人 他因为接受十方供养 他接受供养 他要回馈啊 回馈什么呢 回馈佛法 回馈智慧 那这样一来 受这个僧团 僧众影响的人 可就更多了 一旦有越来越多的人 得到智慧 减少造恶业了 那将来啊 要堕入恶道啊 要进入地狱的人 就减少了 这一减少 魔子魔孙就少了 魔王害怕呀 叫布魔 令这些魔王啊 恐惧 担忧 怎么办 真是这些出家人 这个很这么认真的 在说法啦 我们的子孙 魔子魔孙要少了 他们很害怕 其实啊 讲到这里 我想起一个小故事 预言故事 就是因为这个布魔 真修行 魔王恐怖啊 害怕 所以在魔王的 这个王国里啊 就召开 这个魔王会议 他们讨论 怎么办 我们的魔子魔孙 如果人口减少了 以后啊 我们力量就减少 没有了 这如何是好 大家提议 就有人讲啊 说魔王啊 让我到人间去 告诉他们 这个地狱啊 很可爱啊 地狱啊 很快乐啊 大家移民来地狱吧 魔王说 人家才不信啊 那就有人讲 那我去告诉他们 天堂不要去啊 极乐世界不存在啊 没这回事啊 没有极乐 没有天堂 这样好不好啊 这魔王说 这个也不好 哎 有一个人 他说 魔王啊 让我到人间去 告诉人们 还有明天 魔王 拍手叫好 好 你这个主意好 去吧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你们要来听奖金吗 不急不急 还有明天 没空就不要去了 今天 刮风啊 就不要去了 今天 朋友来了 就不要去了 今天 累了 就不要去了 反正呢 还有明天 有没有道理啊 魔王还是很有智慧 他说 这是一个好方法 下一次 如果你要来参加 听经 或者当义工 学习菩萨法 如果有人告诉你 不急啦 这佛光山都在那里嘛 法师们又走不了 还有明天啊 这一次就陪我出去玩玩吧 你们 做和详 咦 这 该不是 魔王的意思吧 当然你不是把那个人 当成魔啦 也不是 有时候他会当代言人嘛 借他的口 发声嘛 所以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当然这个是 算题外话嘛 但谈到这个布魔 我想 我们自己的修行 真的让魔王恐惧 担心吗 我们真心这样修行吗 或者我们以 佛弟子之名 然后令魔王 快乐 称心快意 什么情况下 以佛弟子之名 然后魔王很高兴呢 就是只有一个名嘛 有名无实 又不是真修行 还不是在三宝门中 造业 他就不担心了 所以我们真的 不是只有出家人要布魔 是我们大家如果 真心学习 开展智慧 认识生命 怎么来怎么去 我们真的知道了 他们真的担心 这个是讲 这个比丘的意思 因为经文之中 后面还会再出现这个名词 所以我做一个解释 那么当时呢 当时的法杖比丘 他跟随是自在王府出家了 那么这位大比丘 真是善根 锐利 真的是叫利根 利根基的人 那么他当时呢 就这个思维 我们修行 所有的佛 十方诸佛 他要成就 他的佛国 成就他的佛道 必定从发愿开始 所以当时呢 法杖比丘 就发四十八愿 那这四十八愿 其实我这里写着 它分三类 设法生愿 设净土愿 设众生愿 也就是说 这四十八大愿啊 愿愿是为众生 说如果 这个我成就佛道 我的这个 在那里的 就是成就佛道之后 佛生光明 佛寿无量 像这些 叫法生愿 就是会成为 怎么样的佛 然后在那里 会成为 众生会是 怎么样的众生 到这个净土愿 就是 这个我的国土 会是如何 怎么样美妙的环境 像这样 就四十八大愿 有这三类 那么这个发愿 当然并不是说 发愿啦 当下法障比丘 都不用修行 就一发愿 就成佛啦 就成为 阿弥陀佛啦 其实不是的 要过多少一节 修行菩萨道 最后 终于成佛 那么他的国土呢 就是现在 我们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推荐给我们的 叫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讲净土的起源 这个从无量寿经里头 因为 这佛陀就介绍 各种净土 所有净土之中 特别推荐了 这个西方极乐净土 那么在观无量寿经里头 是借由 韦提希夫人的一段 我想这个在我们讲到 这个观无量寿经的时候 会详细讲 就佛陀教 这个 韦提希夫人 就是要怎么样可以 念佛往生 极乐世界 要修三福行 做十六种观想 等等 那么 那么